接下來 季萱老師這個叫 未來會紅很久 台灣要走雙語 雙語 你們這一行未來會紅很久 真的 真的不騙你 來聽聽看他們怎麼做 掌聲鼓勵 謝謝英文科 謝謝 各位在場的教育界大前輩們大家好 我是來自台北市全員實驗國民小學的季萱 那我今天是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將學士達以及倩瑩老師的三分之一法則 實現在我們課堂上 有一個不一樣的教學風景 好 那我先作為簡單的自我介紹 我畢業於台北市醫教育大學 英語教學系 那我在天母國小實習期間呢 接受很多iPad融物教學的一個熏陶 所以在我之後的課堂 非常強調使用科技這一塊 那之後很順利的分發到全員國小 那在分發當時 他還未轉形成的時間小學 我們只是位在一個 陽明山半山腰的一個偏鄉小學校 那很榮幸我在今年暑假 然後收到倩瑩老師邀請我去狐林國中 進行一個Apps for Educators的演講 那昨天惠祥老師有講到 要不斷地尋找學士達的連結 那因為我是John Bergman的一個粉絲 所以說我將他的flip learning的概念 也融合了學士達帶進了我的課堂 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分為四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我為何要使用學士達 以及我跟學士達相遇的一個過程 那再來首破禮這三個是 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順利就是成為一個世界強國 它所用的創新的一個程序 首就是百分之百複製成功者的模式 那我複製了倩瑩老師的三分之一課程 在我的課堂中 那破的部分就是我在實行過程中 不斷地進行革新 然後符合我們偏鄉小學校 小朋友的一個學習模式 所以我帶進了桌遊跟數位學習 那最後離的部分就是 我引進了John Bergman的flip learning 然後現在我有一個 自己的教學的SOP流程 好 那為什麼我要使用學士達呢 其實來自於我大三那年 聽了一場灰塵老師的演講 那在那場演講中 很讓我感動的是 老師說了一句話 他說如果說 好奇心跟思考是 維持學習的一個動力 那老師我們要做的工作 就是不斷地誘發 以及維持學生的一個思考與好奇心 那這句話 一直到了去年 我參加了第一任的初任教師研習 我認識了我的師父 芊玲老師 那芊玲老師三分之一法的教導我的是 不是 英語課不再是一字一句帶領孩子 repeat after me apple 這樣子的方式 而是呢 給予孩子一個完整的一個 Phonics拼讀的一個音教 幫助孩子 進行一個完整的故事 以及大量的歌曲 listening input 進到他們的腦袋瓜裡面 那還有個原因是我自己的自學經驗 我在高中大學就有在Coursera 跟YouTube上 就是學習一些其他的課外知識 那我相信這些能力 如果從小開始培養 那孩子面對這個 非常快速多變的環境 能夠他們擁有更多不一樣的知識 他們能學習更多不一樣的知識 那接下來就是我們山上孩子 就是的一個狀況 雖然我們是小班級 可是將近有一半以上來自於低收 低收入戶的家庭 那我們班有ADD HD 然後亞斯伯格 甚至學習障礙 或是閱讀障礙 那在這樣的班級 要如何進行學職打擊 一開始是很困難 但是經過不斷的思考 不斷的改良 那這是我們六年級的一個前側 可以看到就是 已經要六年級要畢業 那他的一些Later Name跟Later Sound的部分 都還沒有積電起來 還有加上我們山上的孩子 學習動力非常低弱 那這是我第一堂英語課 孩子是在地板上翻滾 那這個孩子令我印象非常深刻 是我還沒有開始上英文課 他就跑過來前面說 喔 你是英文老師對不對 我跟你說 我恨英文 我超討厭英文 那我就想說 奇怪我都還沒開始上課 你怎麼就這麼恨這個東西呢 那也讓我一直不斷的激發我去思考 要如何讓孩子偏向孩子喜歡上英語 那現在這是他的狀態 他的狀態是這樣的 他成為一個Group Leader 那他現在 因為他也是同時是我的記憶班的孩子 他對這些桌遊的程序非常了解 然後現在非常有自信的 能夠去引導其他孩子 那這是學士達帶給他的一個自信 那接下來就是進入重點 就是第一個部分 三分之一法則 字母拼讀法 那要先從孩子從Learn to Read 到Read to Learn 這個音價要從這個開始 那我給孩子大量的講義 每個孩子都有一個像這樣的Folder 那裡面呢 就是有一些像是 拉拉書 Wolf Family Slider 還有 Phonics Reader 那這些東西呢 讓孩子自己學 自己讀 好 這是關於Phonics的一個學習單 然後還有給他們一些教材 再來就是 最自然的方式 孩子學英語最自然的方式 就是歌曲跟故事 那這些歌單 我都會附上一個QR Code 孩子只要有一個載具 跟一張 歌單 就能夠隨時隨地 有大量的一個英語聽力 進到他們腦袋瓜裡面去 好 那這個是我們上課一個 對 那其實這個chand 我只有教過一次 但是孩子他就可以就是 這些動作他們自己想 然後可以進行這樣的一個展演 我把舞台讓給孩子 讓他們進行這樣的一個表現 那接著呢 關於繪本故事的方式 我從中年級開始訓練孩子 要如何去 summarize the story 那這樣能力慢慢培養到 他們中高年級之後呢 我要求他們進行思考 必須要進行BTQ跟 BCQ 這樣的問題一個思考 他們要必須學會如何問問題 好 那再來就是課本自學的部分 那我分為聯絡答案 我將英語功課跟一般功課分出來 那每個禮拜我會給孩子 這樣的一個聯絡單 那他們其實掃一下QR Code 就可以連結到我的一個網路教室 那網路教室中 有很多的我上課用的資源都在上面 孩子回去還可以繼續做 額外的學習 那再來就是我用Google Classroom上面 放了我的一個教學影片 如果小朋友在班上 如果他們對有些東西不熟悉的話 他們回到家還是可以持續的學習 那關於功課的部分呢 我現在都不使用喜作了 我反而使用Quizit跟Quizit 這些應該說遊戲式的一個評量方式 讓孩子藉由遊戲中學習 還有最近非常夯的Pagemon 孩子第一次跟我說 老師拜託你快出任務 給我英語作業 我要攻佔這些領地 那這就是感謝台大燕品成教授的團體 他們研發出了一個這樣的一個遊戲平台 讓孩子從遊戲中學習 那老師在後台我會看到每個孩子的學習狀況 那就是對症下藥 我知道他哪個部分不行 那我就立即補救教學他的那個部分 好 那再來就是一個多巴胺塊的學習法 那其實因為針對低成就的孩子還是相當多 那為了讓他們對學習上癮 用了這些桌遊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我就不一一介紹 那這邊都要很感謝我們英語界有很多大生 他們無私的提供 那這是我們上課的一些玩桌遊的狀況 甚至帶入繪本Henny Penny 然後進行了Paper Ceasal Stone的遊戲 好 那這是一個Bombin Shell的遊戲 那再來是數位學習 這是我使用的App 那這些東西呢 幫助孩子進行分享合作 然後合作學習 甚至是個人化學習 都是用這樣的方式進行 好 那這個是我們上課的一些 這個是Ride a Lady to Santa的一個活動 那其實我們活動非常多 那也嘗試的讓孩子 讓出舞台給孩子做一個展演 那這個是我們寫設計的歌詞單 我們在帶流行歌曲的時候 讓孩子自己設計歌詞單 然後做成影片 對 好 不好意思 剛剛這個東西呢 必須要說 就是前面那個 跟我說很恨 很恨英語的孩子 有一天我 經過他的教室 發現他竟然 自己在用Quizit 在練習 英語單字 然後讓我深受感動 對 好 最後呢 就是我現在的課堂是右邊這個模式 每一個孩子都有一台Chrome Book 那要怎麼學習呢 我的個人空間分為低成就跟高成就的孩子 那低成就的孩子就是 老師我會在一旁 如果他們需要幫助我及時 下去做補救教訓 那高成就的孩子 他們自己觀看 Google Classroom上面的video 然後如果有不會的地方 互相做討論學習 那我們在一個團體空間的部分呢 我們進行的是 會本共讀跟專題式的一個學習 對 那我們就完成那個 Bloom Textonomy 它的記憶理解部分 我在個人空間裡面解決了 那在更高階的部分呢 我在團體空間也解決了 那目前呢 我現在使用的方式就是 他們看完影片之後 要進行一個任務單的寫作任務 那這是他們上課 認真做筆記 個人化學習的過程 那每一次的上課 我都要一個闡述 第一個他們必須要傳錄音檔 上傳到Google Classroom上面 再來就是完成任務單 做一個進行遊戲時的評量 那這是在一個 我覺得是一個低語 又嚴肅的環境下學習 那孩子都非常 眼神都非常專注 就是跟剛剛第一堂課 在地板上翻滾的方式 有很大的不一樣 對 那好 最後廣告一下 服用學士達人生是黑白 那如果 對不起 服用 服用 對不起 服用 填壓人生是黑白 但服用學士達人生是彩色 那我希望有更多老師一起加入我們的行列 讓我們一起翻轉教育現場 翻轉每個孩子的人生 謝謝大家 謝謝